男子在水下潜水的时候发现诡异一幕 一排排刀片正在树里游泳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大海深处充满了未知 一些探险者在潜水的时候 经常遇到一些十分有趣的事情 58岁的自由潜水员埃里克·德斯梅 在印度尼西亚一处海域潜水的时候 就发现十分有趣的画面 一排排尖刀状的物体正在水里游泳 样子有点诡异 在好奇心的屈指之下 埃里克靠近观察发现 原来这些所谓的尖刀是一种奇怪的鱼 它们游泳方式十分奇特 是树立在水中游泳的 后来埃里克查阅资料得知 原来这种奇怪的鱼叫做刀片鱼 刀片鱼又名为剃刀鱼 小虾鱼 玻璃刀鱼 主要生活在西太平洋 印度洋的热带近水海域 一般在珊瑚礁和海藻区域活动 刀片鱼的背鳍并不明显 严格意义上来说 刀片鱼的背鳍 只是一根从头贯穿到尾部的硬刺 由于刀片鱼没有像其他鱼类那样 宽大而有力的鱼鳍 因此它们只能头朝下 随波逐流 再加上刀片鱼的头尾呈现针尖状 体型固似刀片 因此埃里克在潜水的时候 会看到一片片刀片在游泳的奇观 刀片鱼的体长一般在十厘米左右 由于嘴巴呈现管状 因此刀片鱼主要以一些 微棗浮游生物和甲隔类生为食 刀片鱼幼年时期的颜色为暗色 长大以后身体会慢慢变成银白色 全身包裹在一种透明的骨质磷甲中 因此刀片鱼的动作看起来有点僵硬体质 为了减轻游泳时候受到的阻力 为了避免被凶猛的洋流带走 刀片鱼一般采用在前海中 集群游动的方式行动 多知刀片鱼采用嘴朝下 尾朝上 背部向前的方式游动 成了海洋里面的一道奇观 刀片鱼是一种不太容易饲养的鱼类 仅仅是在运输方面 很多条刀片鱼扎堆很容易出现尾骨折断现象 而且刀片鱼对水毒箱的要求也十分苛刻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